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楠,欢迎收看头脑眼大设计 摩托车作为一种兼灵活与速度为一体的交通工具 在生活中很常见,它们不仅方便了人们的出行 还因为酷炫的外表而受到很多人的青睐 但你们能想象木质版的摩托车长什么样吗? 估计很多小伙伴还是萌圈的 今天就带大家走进菲律宾巴纳维市 听说那里的村民发明了木质摩托车 而且速度还不赖,最高可达50码 不用一点汽油就能跑,你心吗? 菲律宾巴纳维市这个地方的人们对摩托车似乎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怀 还有专门为它举办的节日安巴雅 听说这是有典故的 很久很久以前,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 这里的人们总是要将东西从山上运进村 但路途遥远,聪明的衣服高人就发明了这种木质摩托车来运载 运载方法也很简单 把车子推上车之后 再把东西固定在车子的两侧 在重力作用下顺利下山 速度那是没得说 这个发明在当地人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至于直到今天 人们依然沿袭着老祖宗的木摩托运载方法 还为他特定举办了节日 人们对这种工具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节日期间最热闹的应该属摩托车比赛了 人们骑着木摩托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下山 而依靠的就是重力 但精彩归精彩 由于木摩托没有很灵活的安全设备 也没有相关保护措施 所以这项比赛的危险性也是可想而知的 怎么样小伙伴们 了解完这种木摩托 你们有没有被衣服高人的智慧所折服呢 但如果想要骑着他下山 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 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哦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的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